他那時候要開滷味店我就跟他講 誰要開滷味店的命 重點是你覺得 你吃過嗎? 你也吃過嗎? 胖伍也吃過嗎? 我親自自己做的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啊 這句話好聽 我要說實話 美食都不一樣 但我可以說實話 美食都不一樣 歡迎來到美美的頻道 哈囉大家好我是美美 今天有請到兩位重量級來賓 我是林靜 謝謝啦 那我們今天要聊什麼主題呢? 老闆性摔食 耶 欸辛酸食還是說我們是講個人開業的 還是說客人對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就是有賣東西 然後我們會簡稱自己為老闆 那我們做老闆的時候呢 會遇到了哪些就是事情 例如顧客買賣的一些溝通糾紛啊 是不是這個客人不誠實 還是我是真的自己弄錯了 那小艾拉如果你遇到客人 你明明確定自己就是包了三樣東西 可是他說少收到一樣 你會如何回饋給你的客人呢? 通常我會叫他說 他說拆貨的時候有沒有錄影 好 我也問過這句 那他如果相當的丟回來 那你包這個包裹有錄影嗎? 你先成功給我看 我想一下喔 你看要想對不對 很可怕吧 因為我遇過 蛤真的喔? 相對的我們在包包過程中 我們都有攝影機啊 可是每天幾百張幾千張在包 怎麼可能會記得 哪一單是包到他 你懂我意思嗎? 對 當然我們要提供 我們要浪費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相對的 我會覺得我少拿一樣 我就直接補給給他 但是講的這句 不是讓所有客人都在這句來讀我 OK 你這樣講只是公布了這個 對啊 教了他們這個方法 我不擔心 因為呢 我現在的陳辰把關 有很多的關卡 而且外面會有小買單 不管他說了什麼 我說你拍小買單給我看 我們就很發現 我們自己少寫了一個代號 我就會直接補給他 那如果明明就是沒有少 他硬要說有少 通常會來吵鬧的客人 我都只想要讓他 因為你去跟他吵 吵到最後事情鬧大了 我們去得罪他沒有什麼好處 你說退給他然後把他封鎖這樣嗎 我是不會到封鎖 因為我覺得 他應該對很多人都會這樣 而且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你用一個東西去換取他的信任 他可能再測試就 噢這個賣家不錯 他可能下次就也不會去騙你了 我是覺得不會再騙你 我問妳說這個賣家是白癡 然後每次都騙人 可是重複到同一個人 他自己應該也會心虛啦 而且你要想你們做把揮 等會覺得回饋到自己身上 你可以跟他們提倡一下 就是他們會有一些超暴命的 那為什麼哥哥跟姊 突然開始做 因為一開始 你們剛才做完發的時候我蠻壓抑的 而且你們一開始的產品是一樣的 我跟妳講其實一開始是我先踏入的 那為什麼我會踏入呢 就是因為我們來 跟朋友要約去土耳其之旅 是在某一年 疫情前一年預約好的 然後就覺得哇塞 事態太嚴重了 後來我就直接取消 然後五萬塊就沒了 然後疫情又少了很多外景 少了很多節目 什麼都沒有 就是感覺收入就是完全零 然後我就覺得 欸之前就是朋友跟我提過說 他自己在賣的東西很厲害啊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他過來賣看看好了 因為我之前吃上的產品的確有改下很多 然後賣了一段時間之後 Ella就開始覺得 我真的室友這個臨近怎麼每天 好像 每天保護 所以是你主動 主動說你也想要開始 應該是說 因為我之前有開過滷味店 你不是有吃過嗎 然後那時候我賠了蠻多的錢 那時候要開滷味店 我就跟他講 你真的要開滷味店 我不是說滷味店怎麼樣 只是我會覺得那個身分降到那邊 他說他要親自下去煮 永遠待在那邊 我就覺得 這不對嘛 那是怎麼樣跟你說 開始跟你說 我要開一個滷味店這樣 他就說他以前打工 打過滷味店 他覺得那個利潤還不錯 然後他也會滷 他對自己煮東西很有信心 他覺得他的廚藝進步 他信心到可以就是開滷味店 後來他開了滷味店 開完好之後 我說這是牛仔斤嗎 為什麼中央是這樣子 你確定你真的有準備好做一個開店嗎 那時候 聽老闆講 一個月可以賺六萬 我就覺得說 蠻多的啊 然後重點是 你覺得 你吃過嗎 你也吃過嗎 胖伍也吃過嗎 我親自自己做的 你覺得很好吃嗎 很好吃啊 這句話好吃 我要說死後 每次都不一樣 這個我可以說死後 你也成了吧 我跟你講為什麼 每天會有不一樣的口感 是因為那時候 Ella 對她來講 她就是老闆娘 她只會要自己一個人做而已 她完全沒有想過 她會請下面的人 那時候她覺得 她就是她都自己處理 所以 我不用任何的比例 我就放在那邊的心情 去體驗 但是也不會到說 難吃跟好吃 就是味道可能輕重 對 為什麼有時候 我在滷味電視的意味好 是因為 他們看到我 因為很多粉絲 看到我本人在 這道理 不是因為滷味 就會進去 然後就說什麼 然後繼續跟我合照 我說那你要先來 這樣 這個到底是什麼店啊 真的是什麼店 拍照滷味電視 對 然後 那時候我覺得說 原來門面也是非常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 裝潢那一段 我不是用的 我都講過 整間都塗黑的啊 就很像那種鳥仔斤 就是很像一龍一鳳 那那個時候 林靜的話有給你壓力嗎 林靜那時候 跟我講 因為林靜那時候 有時候講說什麼 那時候有時候 這邊還很亂 林靜吃的時候是開心的 我覺得那邊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有給我一個鼓勵 但是胖子那時候跟我講說什麼 叫我不要在這邊開店賣滷味 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我一定要講 有一次我帶我朋友去 給A.R.捧唱 然後我朋友就過來吃 奇怪這句東西 酸酸的 我說啊 我真的把你開機了嗎 然後配合去吃 嗯真的酸的 就壞掉啊 你有去下去幫忙過嗎 不幫忙吃 幫忙整理稍微 幫忙打卡 對對對有有有有 他有這邊拍片啊 拍片對不對 應該說 那時候一打開的這個店 產了很多隻影片 其實算還不錯了 對啊 其實為了要拍片 因為就不用跟人家租店了 都用他的店找就好 菜也可以真的摔 都不要壞了 你知道那樣的裝潢要騎到多帥多漂亮 才有客人上網 可是我覺得真的 我跟你講開店真的很吃裝潢 你看現在哪個藝人或者網紅開店 裝潢很漂亮 對啊 說真的那時候真的是資金不足 如果以現在的話 我一定會做到超級無敵的 對啊 你那時候就一直都想要開店 我覺得太急了太急了 然後你說裝潢叫起來用 當火炸一下 然後上網還說 欸哥 我跟你講喔 幫姐的店都超漂亮 對 像夜上海 真的嗎 上網 對啊 你這樣是要注意喔 對啊 裝那些都那什麼的 她說姐就差不多那些資金這樣很不錯 你這裝網真的很 很不安 啊 我突然想到了 我那時候做娃娃機 她就跟我做娃娃機 我那時候做什麼 後面跟著我說什麼 然後我那時候會想要加入娃娃機 是因為我 所以有賺嗎 我只有去 放進娃娃機 所以她只要做兩件就賺 對對對 這次是她商機啊 後來跟我男朋友講說 她還是妳也要弄一台 結果殊不知她跟著瘋之後 她就一直夾一直夾一直夾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去年生日的時候是 人生最慘的時候 因為我去年這時候可以借錢啊 那時候說多少啦 那時候我滷味一點倒掉 然後我不是跟著摳 這群被吸引 那時候滷味一點倒掉 然後我不是跟著摳摳 其實我會覺得說很丟臉 因為我從來不開口去拜託人家的 我喜歡人家拜託我 難怪那個可以 讓我想說幹什麼 你們有完全就是接不到工作那一段 有嗎 有啊 可是我們不會去講 我們不會一直卡在說 我幹我現在怎麼辦 就一直這樣子 我會去想新的 我零收入其實很長一段時間了 可是因為我 畢業之後 有點急 就是因為已經出社會了 然後一直找不到出路 但是我會加入網拍是因為 我可能本身就一直很想要賺錢 所以在我剛跟他們住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人氣慢慢在起來的時候 就開始會有業配 那時候我就覺得 業配是賺一次錢 雖然很爽 因為你只要拍個照你就有錢啦 可是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可以賺更多錢的人 所以其實我很早很早就加入網拍了 因為我最常收到的訊息就是穿搭 所以我一開始從衣服開始賣起 而且一開始都賣得不錯 然後後面是 你會比他們早很多 早很多 我做網拍是真的早很多 大概四年 可是那時候是因為也是合夥人 就是跟合夥人有吵架 加上可能愛玩 那時候會覺得 為什麼我分路這麼少 我拍穿搭也是很累的啊 所以我才一直去找方法 其實我在創業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我遇到很多貴人 一路上都是貴人 所以我其實最低潮的時候 可能是自己研發產品 因為我自己研發產品的時候 我也沒有想得很多 我就覺得 我就不想給他賺一手 我就是要自己做 我現在有錢我就要做 結果做了之後 東西沒有起來 反正那時候也是找合夥人 然後他們也是時間到就走了 所以就欠了一些錢 但是還好 因為我一直沒有放棄這條路 就一直堅持堅持 就算沒有錢的時候 我還是會搞得很像 我每天都有在出貨 每天都有在工作 就是建立與客人跟粉絲之間的 信任感 對 到現在 就比較稍微有起色 我的故事大概是這樣 那你們有後悔做網拍嗎? 當然不會後悔 為什麼要後悔? 我覺得網拍一個好處就是 你完全不用有實體 建立你自己的厲害 對 而且時間又自由 非常自由 你想要什麼時間 處理這些事情 就什麼時間 但是如果你今天遇到很多客人上的問題 就會很煩 所以要請一個客戶 給他們所有的回覆SOP 他們來回就好 那些負面給其他人去吸水 那會不會有客人是 因為他們很喜歡你 然後一直跟你們聊天 喔 我跟你講有 真的喔 聊到不行耶 可是我後來 很感謝IQ就是多了新功能 有貼圖 可以直接按 連鍵盤個都不用弄出來 所以假設他跟你買笑宴 然後就說你看我今天吃笑宴 然後今天穿這樣自拍照這種 穿一個愛心 因為我就是遇過那種 你看我今天胸部長這樣 就是這種 因為我是賣胸部的嘛 我就說哇你胸部 看蠻大的越來越大了 然後他就會 再穿他自拍照 那我就覺得 他們是真的想要買產品 還是在跟我聊天 可是有時候你會覺得很棒 因為有時候 人家反饋給你的時候 你有時候說 歡迎下次再反饋喔 然後你就可以 運緣不斷的 一直有反饋圖可以使用 可是有時候是 你知道有的客人 他跟你反饋是 他可以私下跟你講 可是他不願意公開 他有去使用什麼產品 啊有有有 對我以前剛做網拍的時候 我PO反饋 我都會把客人碼掉 載掉 但是因為我後面是因為 反饋太多了 來不及踩 然後我就直接發 然後又吸引到另一群是 有的人想要上一線動 可是也有遇過說 那個可以幫我碼掉嗎 因為我不想被我男朋友知道 我會再吃豐胸的 對對對 啊大家不要覺得 我回覆一個貼圖很富裕啊 你去敲很多那個網紅 看他們會不會 他連看都不會看 做網拍訊息真的很多 並不是說我們不悔你 是因為真的遜皮太多 然後一直被洗掉 我真的有遇過那種 他瞇你不到十分鐘 就一直狂蜜狂蜜 他叫你現在回答他的 通常這種我就會馬上回 因為我覺得你 他說現在馬上回答嗎 他說請你做出回答 回應好嗎 那種訊息不到半小時內 然後他就會一直狂敲 然後還會敲到IG去啊 就是會到處去敲 就是要找到你本人 如果叫我請馬上回答 我會很生氣這個 那如果你們遇過那種 客人很急著要這個產品 然後就是他好生好氣講 他不是兇的 他可能跟你講說 因為我下禮拜可能要回南部啊 希望這個禮拜可以收到 然後你會幫他插隊嗎 我們一天出單量就大概這樣 可是他可能剛下單 然後說我可能這禮拜拿到 可以先幫我出嗎 還是我會快 會更快 通常我都會跟他講說 我們真的是依照下單順利出貨 如果以後有急著心理提倡 怎麼賣東西 是賣產品不是賣服務 也算是賣服務啦 但是就是有什麼例外呢 那今天下單一千盒可以 我幫你助理 對對對 除非你今天買的量 可以讓我今天馬上幫你出 對 如果一盒 一盒我會想說你就 開對 好啦 那我們就是分享了這麼多的經驗 那我們就請大家講幾句 就是提供一下 現在想要創業或者自己當老闆 或者自己想要賣東西 做網拍的人一些心得分享 來 創業都是沒有準備好的 你一定要跌倒過 才會知道怎麼趴起來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一開始是衝動型創業 一開始很周全的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遇到的問題 真的是你當場才會變得 不要創業 所以你都建議先做別人的運購開始對不對 你自己要先懂這個行業了 對啦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創業的話 你一定要篩選你的合作對象 對 因為有一些合作對象 因為原本是朋友 然後你可能跟他合夥之後 你就會開始翻臉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你要去比同行嘛 說現在流行的是什麼 但是太多人在做同樣性質的東西 你想要殺出那一片天是非常困難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創業的話 你就要有創意 就是現在目前這個市場上沒有很大眾化 你再去做這個東西 雖然沒有自動洗頭機 姐姐趕快發 姐姐發明很重要 你說自動洗頭機嗎 你說成人的手段 對 成本一台大概要50萬元 哈哈哈 你幫我抓個武藝出來做 那我自己這邊的觀點就是 我覺得你真的要對於 你要販售的產品 你有熱愛 你在做興趣的事情 你就不會感到累 你會感到累 就表示這件事情你沒興趣了 那你就是趕快喊停 找一個新的你有興趣有興趣的東西 你做了永遠不會累 因為你做了永遠不會累的東西 就不會是工作性的興趣 是 分享給大家 男團C位真多少 OK C位 意味著曝光和資源 這一次 我們會從8人當中 選出4位 跟寧靜一起 成為男團的A軍 好 哦耶耶 水浪寶 如果這團要選MVP 那我會是饒舌的陳偉英 不可能的任務 不可能會勝任 不斷送去人 再多心思吧 這集團的胖子擔當 為什麼 我當過大翅膀模特兒 所以大翅膀 不是我最喜歡的 不要說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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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哥愛你 最愛你 我要奧卡 A S M E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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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就0號 比賽本來就是有輸贏 有高低的 我不是來玩的 我從來都輸不起來 我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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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今天我有帶我的 美髮用品 如果今天幹不好的話 就直接 他幫我打阿Q轉雙胖 Yo 我是金像 對啊 我怎麼在這裡 比較第一回合 你就被淘汰 是 大家會覺得 你比較不容 是 我要送你一個禮物 等一下就 一XXXX去好不好 希望你有機會 進入A君 我真的可以嗎 對 我送你這個 在手前奏 你要不要 其實他放了一步 我還要不停他 我們今天是什麼 美女出呼叫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然後那時候 就是因為公司的業配 已經沒有像之前那麼多 你不知道錢到底跑去哪邊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變得好辛苦 因為我原本想說 那時候就 不然就回台中老家好了 回家要幹嘛 當管理員 就是可能回去 不用付房租啊 你也不會有什麼 然後吃媽媽的 就 吃也沒有到 吃媽媽那裡 吃媽媽 吃到吃媽媽那裡 就是比較不會有那麼壓力 就捨得房租就很重 對 要水電 然後又要幹嘛 有的沒的 也不用養 對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感谢观看